據媒體報導,台積電一個奈米廠鄉落腳於桃園農財 那說過貨工程是鄭敬坦跟鄭文燦,那院長您看法如何? 我覺得台積電看到的是桃園人才跟土地的優勢,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如果台積電真的要落腳農場科學園區 我要提醒大家,農場科學園區是國科會下所屬科學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一部分 台積電要用土地的學園區,還沒有去取得 大家想一下,將來真的要落腳是多少年以後的事情 現在講這個事情,在選舉的時候講這個事情 用心是什麼?大家想想就知道了,很多年以後的事情 那民進黨說,這個院長您擔任新共小黨志工黨部位 那該黨主席被告出詐騙台灣人30億包收押,那院長您看法如何? 這種詐騙也好,暴力的這種犯罪也好,我們都必須譴責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我查出來以前,蔡英文有一個選舉部門 叫做蔡介佑,她涉入暴力討債,被判刑兩年 請問蔡英文是不是也是暴力討債的一份子呢? 請民進黨,不要再用雙標來看這些事情 蔡英文是否則是接受灰激口? 請民進黨,不要再用雙標來看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連結真的是太勉強太勉強了 鄭文燦任內也有好幾個高官參議 是不是表示說,如果鄭英文當選也會繼續用這個參觀物議呢? 所以又是雙標好的 民進黨說這個院長擔任農委會計劃主席的 然後這個五千七百三十六萬可以靠出超級 所以那院長之前還沒說,現在院長怎麼看? 我已經講過,請農委會公開當初 宏姬提的預算書 你們清清楚楚這些錢的用處 還是一樣,雙稅的人叫不行 你有本領你就不要去 你竟然批評人家你就不要去 麗雲永遠是雙標,雙標 他們應該先用同樣標準去檢視 鄭英文的做法,再來挑別人 不要一天到晚才是牽托別人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您過去擔任新的網民 有什麼好處? 可能是你的正文蔡市長表示 這個就是毫不二菜的公司 然後再一口希望您說,怎麼說? 問您擔任新的網民 不知道毛利文化有什麼背景? 昨天還是前天? 我忘掉了 我記得位置哪一天? 前天,前天 對不起,我們中獎好了 五百四,我們已經記者會上面 把這個公司的股權交掉得非常清楚 但是鄭文燦知不知道他自己幾年前 邀了素智王國的朋友 到市政府辦的論壇上面來給演講 他邀人家的時候,他有沒有認定說 這是一個紅二代呢? 那另外他其實也有說到的 就是包含民過去專門的志工黨 還有經濟黨的部位 你來講說,這就是人生 這台地圖也是政壇的大面書 我覺得他們永遠,地雲永遠是雙標 雙標,他們應該先用同樣標準去檢視 鄭英文的做法,再來挑別人 那最近是高宏恩發明人的專利申請文件上面 國際野瓜,中國台灣 他們先把自己的狀況講清楚比較重要 不要一天到晚總是欠偷別人 那他們也認為台灣沒有PGP的會員 所以因此這個是國際黨的會員 那你怎麼看這樣子的事? 你有本領你就不要去 你既然批評人家你就不要去 那國民黨也認為說 其實他們並不是... 應該說民進黨他們認為說 國民黨的一種政策 還有一種原的政策 都沒有解釋清楚 然後在慶忠這個才是 真的進一步的想法 國民黨一直都捍衛中華民國 保衛台灣 這兩點重點 一直抓得非常清楚 其實他們一直把人家戴皇帽子 那鄭英文今天批評民主 躲在參選人的背後 沒有用他的面對質疑 另外呢是謝柯楊他的看板 他會被多下降 那你幾點怎麼看 他說我躲在參選人的背後 我聽不懂這句話 我自己去參選人 有什麼都好 躲在別人背後 倒是謝柯楊的看板被人家下降 反而李博社攻擊我的看板 一直掛在那邊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我們的市政府雙標了什麼地步 那今天是蔡英文的力度 都來到桃園幫他站台 那您就這樣做 他又到桃園來站台 我覺得他應該先專心把國事做好 現在國事如馬 這麼多事情都需要他去費心 他偏偏沒有費心 再替一個桃園的這個候選人站台 我覺得讓人家看破手腳 那另外您在擔任志工黨 還有經濟經濟黨的顧問的時候 您知道他們的位置嗎 我當然顧問純粹是一個禮貌性 他們邀我當顧問 我就覺得說 好的 這是一個雙方 互相尊重的表示 就如此而已 昨天我們去會談聯繫到 然後鄭文燦他有發言出 就被網友打臉 是不是 很不習慣吧 真的是這個樣子 他自我感覺良好 以為說桃園的錄屏是全台灣名列前茅 結果沒想到臉書貼出來以後 文貼出來以後被網友打臉 說根本不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裡面 根本不知道桃園基層的實際狀況 因為民調現在其實有點跟鄭運鵬有點拉近 會不會擔心桃園的血清偏了 沒有沒有 如果你講的是最近中廣的那個 蓋勒口民調的話 原來我們是落後 現在他們是領先 所以我覺得這個比較拉近 這個就是我們慢慢的慢慢的 越來越 越來越改善 但是不管是改善還是怎樣 領先還是不領先 我們都是一步一腳一 非常戰戰激進的 繼續往前走 鄭運鵬他一選出立委 就去參加這資本額5600萬的歐葉新媒體 跑去跟中國大陸三大國企 進行生意的交流 這份文件裡面 鄭運鵬在提交的專利申請書裡面 姓名鄭運鵬 國籍中國 舉所中國 我就想問鄭運鵬 你這個中國台灣是你 還是抗中寶台是你 你是不是要自己承認 你曾經承認自己是中國台灣人 哪一項不是事實 鄭運鵬可以去法院告我 但是我很擔心 他去法院告了之後 會成為法院認證的中共同路人 會成為法院認證的華為同路人 今天我跟游淑會議員 要來揭露 鄭運鵬的假面目 今天我們揭露了這份文件 我在想如果當時候民進黨中央知道這份文件 他可能不會提名鄭運鵬換掉林志堅 因為這份文件完全揭露鄭運鵬在中共中國大陸經商的真相 我必須要在剛開始的時候跟大家報告 兩岸經貿的交流沒有問題 大家按照既有的程序做經貿的交流是沒有問題的 最有問題的是雙重的標準 是民進黨自己提出的標準 是鄭運鵬要用自己提出的標準來檢驗自己 這才是今天民進黨跟鄭運鵬遇到最大的危機 我們看到今天在2008年的時候 鄭運鵬他選出立委 他一選出立委 就被我們發現 他去參加這資本額5600萬的歐葉新媒體 去跑去跟中國大陸三大國企 中國移動 中國電信 跟中國聯通這三大國企 進行這個生意的交流 鄭運鵬說他的人生經歷是可以備受檢驗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揭露 當時候不只鄭運鵬再跟三大國企 來做經貿經商的合作 他還向中國大陸中共國家的知識產權局 提出申請專利的文件 我們今天就要來一一跟大家披露 我們看到鄭運鵬以歐葉公司為申請人 自己就是頭好的發明人 在大陸產權局申請專利 而我們看到第一個首要的申請人就是鄭運鵬 而第二個申請人叫做張千俊 張千俊是當時候鄭運鵬辦公室的主任 也是當時候民進黨中央黨部政策會的副研究員 我們看到這兩位就是列明在鄭運鵬主動提出申請的文件的首要的申請人 跟第二位的申請人 我們看到這份申請的文件是什麼時候 是2008年10月24號 也就是說你在2008年的1月12號選出了立法委員的選舉 你馬上後腳你就跑到中國大陸在做生意 我們看到下一張 而在這個整個的申請專利的內容裡面 我們發現你竟然非常大幅度的發明 是引用被美國制裁有軍方背景的中心華為的大量的專利 顯然你對中心華為的技術頗為認同 從中心華為學到很多東西 我們很清楚昨天鄭運鵬對外說什麼 他說當全世界開始不採購這個華為設備的時候 如果採用華為的東西就叫做主機直路木馬塗層 那我想用同樣的標準 用鄭運鵬的標準來檢驗鄭運鵬自己 如果採用華為的設備叫做木馬塗層 你引用學習中心華為的技術 叫不叫做門戶洞開 叫不叫做上權入國 叫不叫做出賣自己成為中共同路人 這都是鄭運鵬無所迴避的問題跟責任 我們進一步看到這份文件裡面 這個鄭運鵬在提交的專利申請書裡面 住民要注意 這份申請書是鄭運鵬主動提出來的申請書 他住民自己住在中國台灣省台北市 國籍也是中國 你看到這份文件姓名鄭運鵬 國籍中國 舉所中國 我就想問鄭運鵬 你這個中國台灣是你還是抗中寶台是你 你說你的人生經歷可以被檢驗 那我告訴你你的人生經歷的這一個片段 你是不是要自己承認你曾經承認自己是中國台灣人 這一段是你無可迴避必須對全桃園市民交代的 我們也看到在進一步的這個文件裡面 不只國籍跟居所寫中國 他在發明人資格未指定的發言人的資格 發明人資格的聲明裡面 清清楚楚的寫到我在此聲明 我的居所、郵寄地址跟國籍 和列在我名字下面的一樣 這個一樣叫做中國 所以今天我要告訴鄭運鵬 你的人生經歷可以被檢驗 你必須要出來講清楚 中國台灣跟抗中寶台哪一個才是你自己 第二個 你學習華為技術 你認同中國台灣 我歡迎哪一項不是事實 鄭運鵬可以去法院告我 但是我很擔心 他去法院告了之後 會成為法院認證的中共同路人 會成為法院認證的華為同路人 我也要提醒這些民進黨 綠營的側翼網軍 當你們過去在大量出征 說自己是中國台灣的這些台灣藝人的時候 你要不要用同樣的標準 來出征今天的鄭運鵬 這次鄭運鵬跟整個民進黨 必須面對同樣的標準 靠近年的地方 後來講悠久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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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captures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 有關理的阿俊 所以我自己在大量出所有人 也去實施 要看一看 你以前在大量出炎